蓉儿 我要送你的蜜月大礼还未送完 先不管他 我带你去看看 好 走 时间刚刚好 这边是我为娘子准备的烟火秀 你把青红山庄给炸了 我早就在青红山庄之内 安置了炸药 来救你之前 我还命前大友 将青红山庄那批恶徒 交给官府处置 这样的蜜月礼物 蓉儿你喜欢吗 喜欢 云鹤大侠和花花大侠 携手剿灭青红山庄 以此为继 蓉儿 方才你去救女奴那一刻 让我明白了 你为什么要接下和亲这专任务 因为蓉儿是一个身怀侠义 怜悯天下百姓的女侠 做女侠不仅是蓉儿的攻击 更是蓉儿的信仰 我之前没有聆听蓉儿的想法 做得确实不够好 没有啦 我也有很多做得不好的地方啊 比如没有和你商量就接下了圣旨 而且还胡说八道 又用了预复三十六计套路你 要不这样 我们拉钩 以后都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好不好 好好好 好 之前我总是担心 蓉儿以为行侠仗义 而搭上自己的性命 就像这次用自己换女奴一般 不过现在想想 不需改变 做自己变好 因为我喜欢的 本就是一个完整的蓉儿 我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永远守护在你身边 好 那你朝着完美夫君努力 我也不会落后的 我就朝着完美娘子努力 我们一起向模范夫妻共进 好 畅丑 你怎么了 没事 好像进了点沙子 我帮你吃吃 好 好些了吗 没事 对了 秦尚朝 你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火药啊 问公主借她 六公主 所以你跟她耳语 就是为了借火药喽 不然呢 那你就是跟她一起联合起来 让我吃醋喽 锦儿有之吧 秦尔朝 你给我站住